100克粘米粉中加入50克木薯粉 搅拌混合均匀 今天咱们分享一道客家甜丸仔摆的做法 Q弹软糯清香好吃 倒入125克清水 继续搅拌混合均匀至顺滑无干粉状就可以了 120克红糖中加入300克清水 开中火姜糖融化 组织完全沸腾时饥渴 关火趁热分多次少量加入粉浆中 边倒边搅拌混合均匀 这样咱们就得到了熟姜 将它分装到完攒杯中 装8分满就可以了 全部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盛上15分钟 时间到了关火开盖 哇颜色好漂亮呀 咱们的甜丸仔板就蒸好了 蒸出来的甜丸仔板放凉后就可以脱抹了 它是不会沾杯子的 口感QQ弹弹 米香浓郁 真的超级好吃 好啦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